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苹果妹的频道 今天要来教大家换iPhone的铃声 换铃声的教学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很多人都拍过了 但现在YouTube上面所有的教学 要么是要下载奇怪的捷径脚本 要么是要用奇怪很像有病毒的网站做音档的转换 你确定里面都没有问题吗? 所以今天我就要来教大家如何只靠iPhone来制作专属于你的铃声 完全不用下载任何病毒 而且步骤超级简单 那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今天教学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步就是你今天如果在手机下面看到一个影片 你想要把它射成铃声的话 你就要利用萤幕录制这个功能 所以第一步我会先教大家如何利用萤幕录制 来录你想要射成铃声的影片 第二步我们就要把这个影片转换成音档 这个步骤就要用到iPhone里面内建的一个App叫做捷径 那我们今天就会直接示范如何写这个捷径的脚本 真的超简单的相信我 但是如果你看完之后还是觉得很难 或者是你很懒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讲 我会提供我自己的脚本给你们喔 那音档制作好之后呢 我们第三个步骤就是要用Garage Band 来把它制作成铃声 这个部分很多我都示范过 但是待会我还是会示范一遍 首先我们快速解释一下如何录制萤幕 这个部分如果你原本就会的话就可以跳过了 首先你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在里面找到控制中心这个选项 然后控制中心里面有很多项目嘛 你就找到萤幕录制这个选项 然后按左边的加号 然后它就会跑到上面来 如果它原本就在上面的话就不用理它 接着呢你就去找你想要改成铃声的影片 那在开始之前呢 你就把控制中心打开 然后按这个录制萤幕的原点 它就会倒数三秒钟 这个时候呢你就赶快开始播放你的影片 那你就录制大概30秒钟 因为铃声最长就是30秒 录好之后呢 你就按左上角的红色指示灯结束 它就会储存到你的相簿里面 那因为萤幕录制这个部分 它没有办法止录声音 所以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们就要利用捷径这个APP 来把这个影片转成音档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写捷径的脚本 我自己是觉得写捷径还蛮好玩的 所以你就可以跟我操作一次 但是如果你觉得 看完之后还是觉得太难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我会提供我自己的脚本 好那首先呢 你先找到iPhone里面捷径这个APP 里面一定都有的 然后呢 你就按右上角的加号 我们要新增一个捷径 然后按中间的加入动作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指令嘛 那我们选右上角的这个红色的媒体 就是一个音乐的符号 把它打开之后呢 里面有很多选项 就往下滑 一直往下滑 然后在中间的部分呢 你就会找到影片下面有一个编码媒体 有找到吗 就是旁边是一个Q 然后编码媒体 按进去 它就会加入你的捷径 然后加入之后呢 它后面会有一个媒体嘛 你就在这个 按一下这个半透明色的媒体 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有三个选项 然后我们就按第三个 捷径输入 接着呢 按一下下面的显示更多 就是捷径输入下面的显示更多 里面就有一个警线音讯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下面就有两个格式 一个是M4A 然后一个是AiFF 我们就把它调成AiFF 因为这个是不会压缩的格式 接下来呢 我们再按一下下面的蓝色夹号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会跳出这个媒体的大象 我们就把它关掉 关掉媒体之后呢 按一下第二排 第二个黄色的文件这个指标 按下去 打开之后 然后你往下滑 然后找到有一个档案储存 下面呢 有一个储存档案 有找到吗 随你一下 它这个储存文件加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下面出现一个 储存以编码的媒体 然后下面一对blblbl 就不要理它 这样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点点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输入你的叠近名称 这边你可以随便取 那我就取影片转音档 输入完名称之后 你在下面看到几个选项 你找到在分享表单中显示这个选项 然后把它打开 在分享表单中显示 然后就按右上角的完成 接着呢 再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就完成你的捷径脚本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接着呢 我们到相片里面去找到 你刚才录制的这个萤幕影片 然后你来到这个影片之后呢 你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分享图示 点进去之后呢 你往下滑 滑到最下面 你就会看到你刚才已经写好的这个捷径脚本 我刚才新增的捷径叫做影片转音档 那我就选这个影片转音档 点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问你要存在哪里 然后这边也可以改变一下它的名字 那我就改一下它的名字 我叫铃声好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储存到我的iPhone里面 按右上角的储存 这样子就完成咯 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音档了 我们要利用另外一个iPhone里面内建的App 来把它转换成铃声 它这个App叫做GarageBank 如果你的手机里面没有GarageBank的话 你可以到App Store下载 那我们现在呢把它打开 那进入GarageBank之后呢 你会看到很多乐器 这个时候我们往左滑 滑到录音机这个选项 那录音机你就把它点进去 点进去录音机之后呢 这边按一下好 接着呢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很多横条的图示 你就点这个图示 点进去之后呢 它就切换成一个音轨的样子 接着呢看到上方有一个三角形蓝色截拍器 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再选右上角有一个圆圈很像绳索的地方 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呢 它会预设在什么 Apple月段 然后你把它选到档案这边 档案这边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 从档案App浏览项目 就选这个 里面呢应该会马上就出现你刚才已经转换好的这个音档 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找一下 应该马上就会出现 然后就选这个铃声 然后它就会马上出现在你的档案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下这个铃声 听听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音乐 那没有问题之后呢 你就长按这个铃声 然后把它拖曳到这个音轨里面 接着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剪辑 像是你想要哪一段做的开始啊 或者是你什么时候想要结束 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就是切割这样子 那你设定好之后呢 你就按左上角的有一个三角形的箭头 三角形的箭头点进去之后 会显示我的歌曲 你就按这个我的歌曲 它就会储存成一个档案 那这边呢你就长按这个档案 它就会出现很多选项嘛 然后你就选最下面的分享 分享 它就会出现三个选项 那你就选中间的铃声 然后就你可以改变一下这个铃声的铃声 那我就不改了 然后就选右上角的输出 那这个输出成功之后 它会跳出一个视窗显示铃声输出成功 这个时候左下角有一个 将声音作为点点点 你就按一下这个选项 它就会跳出你想要把它射成哪一种铃声 那你就选标准铃声 这样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而且这个捷径只要建立一次呢 以后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把影片转成音档 如果你今天看完这个影片 还是觉得很难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讲 我会提供我自己的教本给你 而且呢捷径其实还蛮好玩的 如果你们还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教学影片 以及想要看到更多iPhone相关的消息的话 记得要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开启订阅房间的通知小铃铛按钮喔 另外呢也欢迎追踪我的IG 我的账号是AppleMade123 我会在里面分享一些我的生活照片 或是拍片幕后之类的 所以赶快去追踪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掰掰